一路看着你们成长 从小小少年到现在的大人模样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荣誉送给你们 请看大屏幕 他们前行演绎展现新锐演员 意气风发的实力风采 传人海相遇 少年踏实前行 礼仪已归来 少年所向稀迷 微博时延影响力组合TFBOYS 恭喜 看完好感慨啊 我们在微博 见证了三小只 三个男孩的成长和蜕变 今天他们一个年轻人 小伙子的身份站在大家面前 恭喜我们的TFBOYS 获得微博十年影响力组合荣誉 让我们有请微博CEO 王高飞先生登台 为他们颁发荣誉 有请 梦想加快他们成长的步伐 祝愿他们的未来 依然发光发亮 来一起合影 谢谢 谢谢高飞总 谢谢 刚才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头 回顾了各位的成长历程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三位 如果说时光倒流 你们会看到那个曾经的孩子 会对他说什么 对那个曾经少年的自己说什么 当然现在也仍然是少年 就那个小小少年的自己 你们会对他说什么呢 我就是对他说就加油这样吧 什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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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千禧 可能就是坚持你现在所坚持的 然后珍惜对你好的人 坚持 以及要珍惜那些对自己好的人 坚持和珍惜 王爷 其实我想说的是对小时候的自己说 多抽一点时间来陪家人 对 多抽一点时间来陪家人 真好 我们说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三位少年 好好加油 还有个问题 受到你们的影响 我们单位最近也推出了一个偶像男团 叫TF uncles 听到这个消息有没有想改团名 如果给你们一次升级团名的机会 你们会有新的创意吗 会有新的团名吗 有没有想过 升级团名 对对对 就如果以后不叫TF boys 那叫什么呢 会有可能叫什么呢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都可以 肯定不是TF uncles 经过我们一致商定 我们觉得叫TF men TF men 经过我们粉丝的一致商定 这个不合适 在我们心中永远不变的 还是属于TF boys的青春 谢谢 你们永远是男孩 我们就能够永保青春 谢谢 谢谢 再次掌声送给TF boys 永远的TF boys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